南無嚴語圈複雜 轉做木工撿垃圾 為何來到火車站? 是否可以不用踩,搭火車回到海北? 你是想帶大家來到這裡 是想告訴大家 幫助的我們其實都有文藝的意義 想知道有多文藝,進去看就知道 荒寮火車站是台鐵西部幹線最南端的站 而藝術村就在旁邊 一間間小屋就是以前火車站職員的舊宿舍 當地政府見宿舍雕空 又被藝術團體體重,就齊齊搞活化 慢慢聚集藝術家 玩石鯛、紫鯛、鐵鯛、馬賽克 甚麼都有 一般人看來沒用的東西 讓他們發揮創業 改裝俠就有新生命了 好像專做木鯛的他 工場幾乎全部都是別人不要的東西 經過工地見人用正就執 碎順手鑑 就是隨便在海邊執到的漂流木 它有天然腐蝕的狀態 它腐蝕的狀態 這個就是我們最需要的 我們最想要的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能創作出來的 這是大自然給我們的創作品 搞出漂流木藝術十五年的豹 是台東原住民 小小的媽媽就教落 種到嗎?就吃嗎? 千萬不要與大自然抗爭 就是簡簡單單地活到一百零五歲 我們最忌諱就是去山上砍生的木頭 我們最多仰賴就是山上的木木 讓颱風天飄到河床或到海邊 拿回來去做建築 不是亂做的 好像這個木桶 就是以前在家鄉用來裝種子的糧 阿炮希望藝術品可以保留兼承傳文化 事關搞創作之前 他入過娛樂圈做model 嫌太複雜而離開 由五光十色的大都會 翻回家鄉才發現城之法 一直沖走傳統文化 好像這樣消木蝕 原來可以驅蚊 又有幾多城市人會知道 阿炮就說還有個心願 會有很多漂流木掉下來的隕石 其實都是在山裡面太多人為因素的破壞 造成這麼多的崩山 變動之後滑下來太多了 我真的很希望就是說 以後的漂流木可以越來越少 那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愛地球 我們都想愛一份腳 不過拿腳這麼危險 不如都是玩回小手工吧 都可以展示藝術氣息 非常漂亮 各有特色 想知道怎麼做 繼續看